美国要求中国关闭休斯顿总领事馆 指其微情报中心并组织恐怖活动 关于此事件 各国媒体有两种主流观点 第一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在7月21日 美国休斯顿中国领事馆冒出黑烟 附近居民拍摄到领事馆人员焚烧一些文件 附近居民报火警后 中国领事馆却拒绝消防车进入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史迪威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中国休斯顿领事馆是中国发展留学生间谍 获取经济和军事情报的司令部 该领事馆长期以来从事颠覆美国的活动 美国司法部长上周称 中国黑客企图窃取新冠病毒疫苗的机密 本月初 美国FBI局长表示 中国政府的间谍和盗窃行动 对美国的未来是最大的长期威胁 美国现在的局面已经到了FBI每10个小时 就要新开一个与中国有关的反情报案子 第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美国不会容忍中国侵犯我们的主权和恐吓我们的人民 请注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提到的是 中国侵犯我们的主权和恐吓我们的人民 主权是一国之本 什么严重的事情才能动摇一个国家的根本呢 联系3月6日 YouTube正论频道 《新闻拍案惊奇》直播中透露 住在美国西海岸的P线上爆料 当前在美国发生的全国性暴动 实际上是中共在撤离所有特工人员时 引发潜伏在美国的特工人员 集体向中共调忠心的一场行动 目的是在撤离前搞一场玉石俱焚的活动 P先生还爆料说 现场男子确实是美国中领馆的人 当时的暴力抗议由中领馆参与 有以姓张武官亲自指挥 参与人员大多早就埋伏在美国 有些是用英国和香港护照入境美国 大部分隶属中共军队总参的特殊部队 在香港制造暴动假象的人中 也有这支特殊部队的人 川普前国策顾问史蒂夫·班农表示 中国共产党与恐怖组织安提法的牵连非常紧密 他们现在在休斯顿中国领事馆焚烧文件毁灭证据 这个做法和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 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网友赛德提醒 他们是一个名为安提法的恐怖组织 这个恐怖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共产主义 此次事件非同小可 关闭领事馆是外交关系上的重大举动 但是也并非没有先例 特别是在两个国家的关系非常糟糕的时候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